這個倒是還好啦 這個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你真的累了嗎 需不需要一瓶蠻牛這樣子 我倒不覺得說會影響到選情 候選人自己除非他真的是失言 講的像韓國瑜之前講的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看到的 像他之前講的就是說 以後不准再有所謂的集會遊行 類似這樣子不能有陳抗事件 或者是像柯文哲 柯市長有時候也會失言 像那個我們之前看到 他去那個復聯會的一些說辭 像類似這樣子他們自己講出來的 跟政策跟民主的社會 或者是民眾的期待 有很大落差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才會有一點影響到選情 攻擊的目標倒不至於 因為失言應該就是不小心講錯 應該是蠻明顯的 可是他會變成在現今網路新媒體 非常風靡的狀況之下 會變成大家一個討論 跟CUSO的一個熱點 所以可能就是網友就會覺得 非常非常好笑 那就會去轉傳這些影片 那對於選情來說呢 就會有一個吸盡的效果 但是是好或是不好 或是其實也沒什麼影響 其實我覺得都是要看狀況 跟他的選情去做一些評估 難免啊多多少少 因為選舉到了後期 那這些所謂的站台 幫忙站台的這些名人啊 因為他站的台詞太多 無沙沙 所以難免在講話的時候 那有時候情緒比較激動下 難免會不小心會有口誤 其實有時候口誤是幫他加分耶 因為講難聽一點 要不是郝龍斌幫丁守中站台的時候 說要擊潰丁守中 可能根本沒有人知道說郝龍斌 原來郝龍斌有幫丁守中站台 同樣的道理 要不是姚文治這邊比個四 然後改三的話 可能根本沒有人知道 原來姚文治你是三號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其實是不小心的出包 可是這種不小心的出包 在我們這種選舉很激烈 藍綠對抗那麼激烈的情況底下 讓我們有點生活中的調劑 小確信 然後大家對這種 CUSO的事情啊 其實我覺得 反而啦 我自己覺得 只要你不是刻意去製造這種CUSO 是真的是不小心 就是難免出垂的話 我覺得對候選人來講 不見得是十分 可能還某種程度上 有交到他的分喔 口誤跟誓言不一樣 因為口誤就是你講 當初講下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說 你是不小心講錯的 那通常會趕快的去修正 那大家也就是笑一笑 可是失言反映的是 你內心對這件事真實的看法 所以他會被選民更認真的去評價 你以邱怡英的情況來講 他那個就是 他那個就是說 好 你有點曲解人家韓國瑜的意思 那韓國瑜並沒有說要老婆陪睡覺 那你自己把他寫上老婆陪睡覺 那其實你就道歉 就說抱歉 我可能過度隱身 那其實我覺得選民 大概罵一罵一兩天就算了 但是你出來開記者會 你說沒有啊 我不是那個 你是他自己講的 那你家媒體記者把帶子都調出來了 韓國瑜就真的沒有講老婆陪睡覺 選民心中都有一把尺 這也難怪為什麼邱怡英他的臉書被灌爆 到七十萬折八十萬折 你以為那七十萬八十萬 是什麼中共網軍來灌的嗎 你就看他上面有簡體字嗎 所以我的意思說 像這種就真的是真真實實的豬隊友 是 我們 創住 你說 你說 你們 State